武当山朝圣还愿奇妙故事丁生妻子还愿 明朝松江有个名为丁生的妇人 人到壮年仍没有子嗣 后来她的妾怀孕 丁生在自己供奉的真武神像前祈祷 说如果生男儿 他长大后定亲自带他上太阅山 感谢真武神送子 数月后果真生下一名男婴 等男婴长到六岁时 丁生与妻妻商量要准备去武当山还愿 履行自己的誓言 妻妻虽以孩子年幼道路艰险为由 希望等几年再去 但丁生认为初心不可违坚持要去 便与儿子和两个仆人一同前往武当山 到了武当山下 丁生一行人找了一家旅店住下 丁生儿子却突然发疹子 过几天便离世了 丁生极度悲伤 不禁抱怨 我们父子这么虔诚 不愿数千里而来 神不赐福就算了 怎么还让我们遭此大祸 过几天 丁生痛苦的心情稍稍平定 他将儿子的棺材留在旅店 嘱咐旅店的老翁好好看守 自己先带着两个仆人登山还愿 兑现誓约 第三天晚上 旅店老翁见丁生的两个仆人回来 称丁生吩咐他们先把棺材带回家 便带着棺木离开了 天亮后 丁生回来 不见儿子的棺材 便询问老翁 老翁把仆人昨日的话如实相告 丁生惊讶地说 两个仆人随我上山 现在还在后边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等仆人回来 老翁和他们对峙 也惊愕不已 丁生怀疑老翁别有用心 老翁便指天发誓 以正清白 丁生悲伤至极 哭泣说道 我不听妻妾的话 强行带我而来 现在儿子死了 我又把他的尸骨丢了 我如何回家见家人 唯有意思了 而后 经众人百般相劝 才让其上船回家 上船后 丁生每日以泪洗面 不吃不喝 掩掩一息 仿佛随时都会死去 一同返乡的人多方宽慰 终于让他进食 到达松江 离家还有几里远时 丁生吩咐仆人回去送信 仆人一进门 丁生夫人便对着仆人 怒骂自己的丈夫 说 你唯有一个儿子 行数千里 怎么忍心让别人带他回来 你心安吗 接着又指责仆人不劝谏主人 仆人大惊 不知如何回答 赶紧奔去告知主人 丁生一听非常奇怪 随即上岸回家 一进家门 妻妾就一起出来骂 丁生询问妻妾详情 妻子说道 大约十天前的黄昏 有两个客人带着儿子进门 他们去武当山 与你们相遇 主人因有事要办 会耽误一阵子 所以托付他们把孩子先送回来 丁生大惊 把儿子叫来 发现儿子脸上的枕斑还在 便说了所欲之事 谁也不相信 随后 请来一同返乡的人 才知丁生所言不假 丁生问儿子如何生还 儿子却猛然不知 丁生抱怨儿子的离世后 仍然屡行誓言 即使碰到对自己不利的事 依旧信守自己对神的承诺 便是丁生的可贵之处 或许这也是真武大帝 让其儿起死回生的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